周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·海泽 加拿大副总理方惠兰 与墨西哥总统罗培兹·欧布拉多 在墨西哥城会面 签署更新版的北墨加贸易协定 取代有25年历史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接着就等三国的国会批准协定 其实去年9月 美墨加三国就已经达成了美墨加协议 但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不满其中条款 经过协商达成了更新版的美墨加协议 针对制药 环境和劳工保护及其执行条款 做出了部分变更 不过根据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民主党对协议的改动其实很小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下周将在众议院组织全体投票 赶在12月国会休会期之前完成 新的美墨加贸易协议 例子更严格地排除中国大陆制品的影响 并且巩固美加墨三国的本土企业 其中包括要求75%的汽车零部件 在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制造 以避免关税 并且要求制造汽车的钢河旅 需要有70%来自北美 华尔街预测 这项协议将使美加墨三国的农业和汽车制造业受惠 受惠的汽车大厂包括特斯拉 福特 通用汽车等等 美墨加协议另向受瞩目的 是被外界冠上读完封号的32.10条款 该条款规定 协议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则其他的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三国的协定 并且建立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 由于中共一直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其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分析认为 读完条款将成为美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重型武器 被用来在全球贸易格局鼓励中共 新唐利亚泰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